嘉宾老师您好 我的问题是 这次的军事演习 是否跟上次台湾 向大陆沿海地区 误设的导弹事件 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关系 这算是战略试探吗 谢谢 这位女观众还问得挺专业的 这是不是一种战略试探 尤其包括上次的熊灾党的误设 两位都要怀了 这样吧 那既然两位都举牌了 那我们先请方宾老师 您先谈谈 待会叶老师也谈一下 我觉得这个观众说的 这个有没有关系 其实你要说有关系也有关系 说没关系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直接的关系 上次那个导弹失射的时候 这个导弹把它打飞了 我们都说过上次那个内容 实际上完全就是一个误设 你跟这次之间 这个年度例行的汉光俊演 你说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恐怕也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 当然说有关系 也能说出一些关系来 而且是小有小的关系 大有大的关系 从小的关系来讲 它确实是具有前后的 这么一个传承 我说这个传承呢 就是台军他历年的 这样一个演训 上次那个导弹给失射 打飞了那件事 应该说是 这个大规模的 这个汉光操演之前 各军兵种自己进行战备检查 我海军自己查下 我导弹艇部队 我对你进行一个检验 没想到检验检验 把导弹就给打着飞着玩出去了 这是一个 应该说是前后有这么一个过程 说有大的关系 我觉得真正大的关系 是大家可以看 从上次那个导弹打飞的时间 到最近这次这个汉光的军演中 车翻钩里去了 坦克掉到河里去了 包括那个导弹打不出去了 我觉得这是一脉相承的 体现了这样一支军队 到现在为止 不知为何而战 也不知道以后打起来 自己会是什么样子 所以平时这种演习 基本上就是一个糊弄 糊弄得了就糊弄 糊弄不了 继续糊弄这么一种感觉 至于这种糊弄 把站在那个检阅台上 在那来看他们糊弄的那个 现在所谓的最高统帅 这个已经吓得浑身发抖 我只能说 这个事就不要再害怕了 毕竟那个导弹没打出去 你应该觉得很庆幸 要是像陈水扁在任的时候 那个导弹 那个海尔法导弹 直接奔着演习台打过来 那恐怕就不是 下了他发抖的问题了 他就要钻桌子的问题了 所以这点事发抖 真的不是什么太大的事 真到了地洞山摇的时候 恐怕就不是他这点发抖 能解决问题的时候 海灵老师刚才也举牌了 我倒是觉得 其实也不能把这个事情 看得太简单 因为从现在来说 不管是上一次的导弹施射 其实导弹施射 哪怕是个误射 但是台湾方面在随后的反应当中 显然是要用这些反应来 测试一下跟大陆的互动的 也就是说误射可能是误射 但是他之后的动作 肯定不是仅仅 就是为了弥补这个误射的后果而已 他还是想测试一下 大陆的对台底线到底在哪里的 那么至于说军演 我的一个感觉就是 汉光军演很有意思 就是他现在演练的科目 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而他所演练的时候 他能够取得胜利的这个前提 是不太可能成立的 也就是说大陆如果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那么第一波的这个导弹攻击以后 你在那个条件下 再去演练你的抗登陆作战 你现在什么事都没有 你就练一个我在这个 就是可以说是双方在零对抗展开之前 那么大陆直接派船来登陆 这种演练的对抗 其实是个很没意思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真要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这不是我们的作战样式 那你练这个东西干什么呢 在一个已经进入到 可以说是高科技时代 台军所演练的这种战术战法 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只能说这种演练 是在给蔡英文制造一种 非常虚幻的 台湾是有防卫的这样一个印象 而这个印象非常危险 就是一个职业的 有军事素养的领导人 看得出来 你这只武装力量保护不了你 但是如果像蔡英文这样的人 他看到这样的一些动作以后 觉得我的还不错 那么这个信号就比较危险了 最可怕的事情是什么呢 是那些其实没有能力防卫的人 以为自己金刚不坏 一种这个假想 我觉得看台湾那个军演 我们应该有一个这么好的 应该有这么一种比较好的心态 那就是看台军演戏 认真你就输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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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